为什么当时呢会跟刘孝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啊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 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生气的啊 因为在这个生活段中啊 无论是在学校里呢 在比赛上啊 基本上都没有遇到过 这么不讲道理的一个情况啊 我觉得呢 其实我们这个双方的这个沟通呢 本来是应该是平等的 而不应该是对方一而再 再而三的给我们下命令啊 然后来这个威胁我 要求我马上必须签合同啊 要不然的话呢 就会把一条适时而非的这个信息发到网上啊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背景啊 不过这个因为我们昨天呢 有些没有把这些有些资料呢 放到网上啊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有些朋友也在问啊 这个事情啊 是什么 我就要说一下 其实呢 这个刘孝呢 他是联系过我啊 但是呢 我没有给他承诺 我更没有同意他的这个合同条款啊 最终呢 也并没有达成合作 根本谈不上我违约 所以后来啊 他在公众号发布的这个单方面 说我这个单方面违约的这个文章呢 不成立 这个呢 也是明确的给大家回复一下这个情况啊 那之前呢 也是我们通过这个声明啊 这些也回复了一下 今天呢 在直播间 因为关注的朋友比较多 我们还是给大家明确的回复一下 好 我们继续开始 当奇迷拿十番奇事件问许英川 今晚很热闹 大家理性发言吧 理性发言 咱们作为粉丝也好 这个看奇的 看热闹的 我觉得还是 一个是理性发言 另外一个还是走快的向起的路线比较好一点 江湖的事情有时候说不太清楚 我不是装幅度的高手啊 我是确实不知道啊 我所知道的跟各位是一样的 就最近所发生的一些江湖的事情啊 因为不知道你就没法发表客观的意见 大家理解吗 因为你 有些事情你是信息不对称 你如果随便说的话 我觉得是不太负责任的 就是写友之间的 那种闲谈呢 讨论那都没关系 如果你在公众场合这么去说 有时候 你说错会影响不好 打电话问问 怎么问没用 怎么问都会信息不对称 知道 我都已经退出江湖 各位就不要再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个事呢 我告诉大家啊 这个事肯定是一件 让我们所有象棋人 我说句心里话 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啊 这件事 在各行其他的界啊 除了象棋界 其他界成为热议 对于我们来说 我觉得是一件 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啊 因为它不是一件好事 这是肯定的啊 成为了大家的笑谈 成为了大家的评论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就不是光彩的事情啊 那这个事情到底是 是对是错 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今天我就给大家 说三点啊 我的想法 好吧 三点 哪三点呢 第一点啊 就对于这个事 我的第一个看法 我觉得咱们的这个 这个十番棋 最后没有成型 没有搞成 最后搞成这样一个局面啊 首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主办方在组织方面 肯定是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啊 这一点呢 呃 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 在我的看法啊 我觉得主办方 呃 可能他是有好的尝试 有好的想法 但是在组织时操方面啊 这个可以说是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啊 最大的一个漏洞 我告诉大家就是一个感觉 就是他犯了一个大忌 什么叫大忌呢 就是考验人的人性啊 就是你在利益面前 去考验人性的话 其实这个是 是做任何事情 都不要到这一层 这一层这个啊 关系 如果你去考验别人 拿人性考验别人的时候 当遇到利益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 让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是主办方搞活动 第一个 也是造成十番棋啊 这个黄了的最主要原因 一个根源啊 就是考验了人性啊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呢 我说的是 但是主办方 我也不想说主办方啊 什么坏话 坏话 因为他本身 他也是一种创新 一种想法啊 只是说 时操方面啊 他这个 我觉得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啊 如果他能够在比赛之前啊 把合同敲定 提前两个月啊 把这个事全部都落定 哪怕最后出现这个情况 他可以用法律的武器 来把这个事情最后能够圆满的结束啊 但是现在最后变成了啊 一场吵架 没有意义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考验了人性 造成了最后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这是第一点 好吧 第二点呢 这么多人批评小郑啊 喷小郑 喷咱们的政特大啊 我觉得这个事呢 我想给大家表达一点啊 这个事首先我不会 我从我不从职业起手的角度啊 我就从咱们的奇迷们的角度啊 首先我觉得大家喷小郑 喷的不是这件事 喷的不是谁对谁错 其实大家我觉得更多的是表达 对小郑没有第一时间出来道歉 承担责任啊 插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愤怒啊 小郑在第一时间他应该做这件事情啊 他应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喷他的90%的其有 应该都是这个原因 99%的其有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小郑错就可能真的要说错 我其他的对错是非对错 我觉得这个我不去评价 因为我不知道里面所有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郑为同特大啊 他应该在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一刻啊 无条件第一时间出来道歉啊 就是道歉这个事没有下层 他的一些问题勇于面对 我相信如果他这么做了 当时这么做了啊 我相信咱们绝大多数的旗友 都不会再不依不饶啊 就是谁谁都会犯错 对吧 没有想到的东西 对吧 那既然犯错了 我们就承担就好了 不要去纠结是主办发生错 还是我的错 我觉得大家主要是在这一点上啊 就是第一时间在两天前啊 两天前在这个事爆出来的12点啊 当时主办方发了这个文章 我觉得12点发可能一点钟 一个小时之后 郑为同特大应该做这个事情啊 就连夜也应该把这个道歉 带给我们所有的旗友啊 让大家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不要去发酵了啊 因为这个事发酵起来 对所有人对象棋都不是好事情啊 我这是我站在中立的角度 我不是批评政策大啊 我不是批评政策大 我是站在咱们企友们 企民们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情 好吧 第三点呢 也是我今天最想给大家说的一点啊 我就说这么多 今天说完这些 我后面就不说了啊 第三点 我希望大家呢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到今天 众议同特大也道歉了啊 然后咱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了 我希望大家得饶处人且饶人啊 所有的企友们啊 我希望你们 咱们每个人呢 人生在世 熟能无措 如果他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给大家也道歉了 也做出了他的承诺 他的说法 他的一些想法 我希望大家 在他现在应该是最难的时候啊 正为农特大 现在应该是最难的时候 人生比较困难啊 在他人生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企友啊 这个不要再去踩上一脚了 得饶处人且饶人啊 这个呢 多包容一些 因为众议同特大 不说其他的 就从这个旗上 也是 咱们现在全全这个旗谈排在第二号的人物啊 他能够也是为以后在我们相机界 也是要继续发光发热的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 能够得饶处人且饶人啊 能够在这个 他最难的时候 他已经接受到了他的这个批评 他已经接受到了这个事的经验教训啊 大家能够啊 对他多一点包容啊 好吧 所以说这个呢 呃 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三句话啊 三点 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 如果今天大家 至于说这个事的是非对错 我没法评论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个人非常愿意啊 而且很期待呢 能够与王特大 来进行这个十番棋的比赛 如果十番棋的比赛啊 能够举行呢 我也希望啊 能够让棋友们通过网络 来免费的观看比赛 这样呢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棋友 来关注向棋 关注啊 我和王特大的十番棋比赛啊 因为刚刚有很多朋友 在问十番棋的事情 呃 我呢 也其实在这个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也是发了一个这个公开信啊 不过呢 因为这个在直播间 其我们观众比较多 我就再做一些回复啊 就这件事呢 就是给我们就这 好像我们下学生 经常说要靠谱靠谱 这些就这有点不靠谱啊 是不是 今天呢 也终于让我们 像这些所谓下学的人 等于一起组织了一次 专题学习 了解了一下 什么叫靠谱 有个不靠谱的问题 这个不瞎呢 也应该早点说 应该早 不能含糊啊 要就很明确 不想瞎就是不想瞎啊 不能出到最后 这就有点尴尬了 其实呢 我们用量赛事 有很多专家的 我们江苏就举办过很多比赛 我觉得主办单位 如果当初能够跟我来沟通 我说他们免费顾问 应该是最近没问题的 对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作为主办方呢 这一次呢 也吸取一个对于经验 就是微信上交流的一期内容啊 我们大家有法律意识啊 微信上的交流 它不能完全作为法律意识的 有些是可以作意识 但这个不完全 因为你这个是牺牲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早一点 把这个合同先签下来 然后再完善啊 或者签一个一项书 一项书签下来 然后再一步步的 事迹来推进就对了 比如说这个 他这个这些是民间办赛啊 我觉得民间办赛需要成化的事情很多 首先呢 第一个你要明确你这个办赛的意义 对吧 你主办方的目的 对吧 经费的预判 经费要一个预判的 对 还有你主办比赛啊 原则上呢 我们要寻求赞助支持方 要有人支持 对不对 没有人支持 你自己掏钱 这就我们的必要 对吧 当然这次他这个方法也很新颖 搞了一个平台 搞了一个包括收费等等 他是有创新的 其实当初主办的这个朋友跟我也交流 我从我的本意 我觉得这是还是一件好事情 那个体育赛事嘛 人人来抢办体育赛事 这个是好事 但是呢就是这工程你要完善 你要各同其所的 一个是那说 赞助支持方 各同其所的待遇 比赛的方式 上什么平台 平台的要求是什么 如何实现盈利 要有越估越判的 对吧 如何落地 假如不亏损 能否成色 最低限中 这打出广告 对不对 能否成色 这所有的一些印象 基本上都出了以后 你才能成立筹委会 筹委会成立的时候 你就要沟通时间 宣传 藏地 并且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要跟十手 以及跟都方 比如说赞助支持方 西班单位 各个平台 大家干什么 要签订一个信息合同 我们是法治国家 对不对 所以你要签 要签合同 这是四级 相关四级 就注意完成以后 那你后面才准备 后续的款局 比如说宣传了 这个 所有的秩序 四级工作了 正式了 正式宣传 就大张西红的开展 这样子你就静后 开设 这个我就讲这么多 我觉得我让我当顾问 那就对了 真的 他这是不受费用 没关系的 但是有一条 这次 不让转步 我让是有点遗憾的 当时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开心 嗯 其实有些朋友在问 是不是说 就是担心 十番棋 怕输 怕输给王特打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其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为其实已经参加比赛20多年了 其实输了太多太多盘起了 自己都数不过来 其实我跟王特打也交出很多次 下过很多次比赛了 其实输过很多次 也赢过一些 胜败其实也是兵家常识 我觉得输赢 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赢了 那肯定很开心 输了就好好总结 而且十番棋 他其实对于技术的准备 包括心理的准备 其实都很重要 其实通过这一番的历练 其实对一个人的棋艺的提升 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我想可能有一些棋友 可能对国际象棋的赛事 了解多一些的棋友 就会知道 其实棋手们 很多都还是比较期待 有这样的机会的 因为很多参加过世界棋王赛的棋手 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 其实他们的棋艺都能够有一些提升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 你这个问题 其实我今天也通过公开给大家发了一个公开信 也是跟大家汇报了一下想法 今天在直播 因为还是问的朋友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再跟大家回复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好 然后其实也有朋友在问 这个舞阳碑 我会不会参加的 感谢丛林开始 送出璀璨舞台 感谢支持 有些朋友在问舞阳碑 舞阳碑我肯定要参加 其实我是非常开心 能够收到舞阳碑复办的消息 因为舞阳碑是1981年比赛就创立了 当时这个比赛也是全国规格最高的比赛 其实这个比赛可以说办的戒数 也是这个杯赛里面可以说是最多的 办了29戒 然后最后后面的停办 当时我也看到很遗憾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输出茅庐的棋手 不过真的是很遗憾 后面十多年一直没有参加这项比赛的机会 这一次有这样的机会 会去参加舞阳碑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明确的回复 我们又开始下一盘起 因为我们 因为我也知道 现在我们直播间 有很多企有对这些问题 可能比较感兴趣 确实也想知道真实一些情况 但是我们直播间因为人很多 我们也不能把过多的时间太多 用来讲这些 不然会影响大家对整体直播的感觉 因为很多企有还是会很希望看到一盘又一盘的开始 还是要 谢谢观看